在前面,我们学习了二人增产问题,三人增产问题。 知道了,三人增产问题可以通过转化为两个二人增产问题来解决。 虽然塔姆德算法中,每次分配的成员和代分配总财产是变化的,但是分配原则是不变的。 那么,遇到更多人的增产问题,比如四人增产,五人增产,甚至N人增产时,该怎么解决呢? 现在我们来介绍N人增产问题的解决方法。 假设已经知道N-1人增产问题的塔姆德算法,首先给出N人增产问题的塔姆德算法的一般性描述,然后据此就可以写出实际操作的算法和程序。 即所有债权人的编号为1,2到N,他们要求的财产按从少到多,依次排序为C1,C2,一直到CN。 代分配的总财产为E,债权人生命的财产总和为C1加C2,一直加到CN。 当总财产为E时,编号为1,2到N的债权人分到的财产,依次为X1,X2,一直到XN。 那么,向量XE就是与E对应的分配方案。 注意,此时对应的第一分界点为E兴等于C1乘以2分之N。 第三分界点为E两兴等于C1二直到N,减去C1乘以2分之N。 下面我们来介绍具体的塔姆德算法。 第一,当代分配的财产小于等于第一分界点时,应该采取平均分配。 同样是为了保证实现正值大义原则中的第二项内容。 这时,每人分得N分之1,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分配方案XE。 第二,在第三分界点处,N个债权人的损失都相同,即对应的分配方案为XE两兴。 因此,当代分配的财产大于第三分界点时,总财产继续增长的部分D由N个债权人评分。 每人增加N分之D,此时对应的分配方案为XE,每个人都增加了N分之D。 第三,当代分配的财产大于第一分界点,但是小于等于第三分界点时,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与三人征场问题类似, 转化为一个二人征场问题和一个N-1人征场问题。 第一步先分成两组。 一,也就是生命获得最少的那个人为一组,其余的人为另外一组。 此时,一组生命获得的财产为CE。 而由23一直到N,他们组成的第二组,生命获得的财产为C2加C3一直加CN。 第二步,按照争执大一原则,由于第二组生命获得的大于C1, 所以争议部分为第一组生命的部分,因此第一组获得生命部分的一半, 也就是2分之C1,第二组获得了余下的财产,也就是1减去2分之C1。 然后再按照N-1人征场问题的谈不得算法, 在第二组中的N-1个成员之间进行第二次分配。 注意,此时代分配的总财产是1减去2分之C1。 以此类推,直到计算出每个人的分配财产数量为止。 同样,在N人征场问题中仍要注意一点, 算法中每次分配的成员和再分配总财产是变化的, 而分配原则是不变的,这就是N人征场问题的博弈分析过程。 在下一个视频材料中,我们将讲解一道具体的立体, 来帮助大家巩固知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